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897章笑话 呵呵 这是我这个世界以来 听到的最大的笑话 叶浩轩笑了 他看这道梦者道 难道你忘了 我现在还有凤魂吗 那又怎么样 道梦者英侧侧的笑道区区一个凤魂 根本代表不了什么 而且你现在的凤魂还没有完全的恢复 他根本救不了你 我在你身上开一个洞 他绝对恢复不了你的身体 道梦者说这收回了拳头 果然 在叶浩轩的胸口处 有一个透明的大洞 叶浩轩的心脏向一侧偏着 这是被道梦者给打偏的 但令人诧异的是 叶浩轩身上并没有鲜血的流出 而他身上的伤口以及一味的心脏 在以极其快的速度愈合着 这是 道梦者惊悚地看着叶浩轩的身体 他失声喊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不可能 你的凤魂不是还没有恢复吗 凤魂是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就在刚刚 他恢复了一半 你也知道的 凤魂只要恢复一半 他就能快速地修复好我的身体 凤魂号称不死之躯 这个你应该不会忘了吧 叶浩轩宁笑道 可是你身体上的伤害很严重 它不可能恢复这么快 不可有 道梦者一时间呆住了 他一边说 一边向后退去 你难道忘了逆灵了吗 叶浩轩笑了 逆灵啊 那个特殊存在的天才地宝 你难道忘了 也是他 才能让我的躯体快速地恢复的 不 道梦者这才猛然醒悟 他一个转身就要向外面逃去 就在他的身体化成青烟的瞬间 叶浩轩一箭展出 随着一声嘶叫传来 道梦者的身体被叶浩轩 直接给穿了个洞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胸口的大洞 本来是由青烟化成的身体快速地消失着 你 你不可能杀得鸟我 道梦者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再一次被叶浩轩打散了 他只于一只幻化而成的脑袋 在恨恨地盯着叶浩轩 呵呵 你是想说 你是神 所以你有永恒不灭的躯体 对吗 叶浩轩笑了笑道 对 我是神 对人们凡人来说 我就是不可战胜的 我有永恒不灭的躯体 我 我现在 是杀不了你 每次杀完你之后 你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重生 而现在女娃时对你已经没有太大的约束力了 叶浩轩淡淡地笑道 但总有一天 我杀把你打入无间炼狱 让你永生永世都不能再从那里面爬出来的 我保证 我不相信 你不过是一个凡人罢了 刀梦者摇摇头 呵呵 你以前认为 凡人根本伤不了你 现在呢 叶浩轩笑了 别再拿你所谓的神来忽悠众生了 哪怕你是神 你也该死 你杀不了我的 我一定会回来的 叶浩轩 你等着 我保证 我一定会回来的 刀梦者的声音越来越凄厉 随他的身体化 做一阵阵的黑烟四散而去 当场连一点渣都没有留下 叶浩轩收回了太长 他看着黑气沉沉的太长 那种熟悉的感觉 让他一阵激动 他回来了 他终于记起来以前的事情了 他是叶浩轩 他是医生 叶浩轩 雨童 叶浩轩看到昏迷在地上的林雨丹 他吃了一惊 连忙跑到了林雨童的跟前 腹下身去把他扶了起来 一搭他的脉 得知他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受了点惊吓 叶浩轩这才放下心来 刚才叶浩轩身上发出来的风暴已经让附近几条街区都停电了 外面一片漆黑 不过警察已经得知林雨童所住的别墅出现了问题 所以大批的警察赶向这个地方 老美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件事件 所以不仅仅是附近的警察 都像是一窝蜂一样的向这边跑 就算是一些特殊的部队 以及部门也闻讯向这里赶了过来 叶浩轩不想把这件事情闹成最大话 他一把将林雨童横抱了起来 然后迅速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林雨童才悠悠地醒转了过来 他醒过来的瞬间 猛地睁开了眼睛 大声叫道 叶浩轩 叶浩轩你在哪里 雨童 我在这里 叶浩轩上前 握住了他的手 关切地问道 你没事吧 你怎么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你的房间怎么会弄成那幅模样 林雨童反过来 紧紧地抓住叶浩轩的手 紧张地问道 他听到叶浩轩的房间里有动静 就连忙起来了 但是他打开门的那一瞬间 让他吃惊不已 因为房间的东西全部化为碎片 叶浩轩所在的地方 就好像是爆发出一阵极强的风暴一样 发生了一点情况 但是现在没事了 叶浩轩揽着林雨童道 只要你没事就好 叶浩轩 刚才到底怎么了 你实话告诉我吗 我怕 林雨童紧紧地抓着叶浩轩的手道 没事 真的没事 叶浩轩有些心疼地揽着他道 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罢了 不过现在没事 我刚开始遮了他的道 但所幸的是 他让我记起来以前的东西了 你 你的记忆恢复了 林雨童吃了一惊 他不敢相信地看着叶浩轩道 你说的是真的吗 千真万确 叶浩轩一点头道 我的记忆已经彻底地恢复了 说到这里 我还要十分地感谢那个叫道梦者的家伙 是他将我的意识带到一个无间炼狱 想让我在那里沦陷 他一直在蛊惑我 但是他非但没有让我沦陷 反而助我恢复了记忆 我觉得这完全就是因祸得福 那就好 那就好了 林雨童一把扑倒 在了叶浩轩的怀里 他喃喃地说 叶浩轩 你真的记起钱的事情了吗 我记得鸟 都记得鸟 叶浩轩带着笑意说 记得什么时候和你相遇 也记得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我记得你的暴力 记得你的温柔 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员